有警示 有故事 这里是北方警示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我是杨志 节目的一开始 我们先来看一段视频短片 嫌疑人正在快递点取快递 我们侦察员跟在后面 前面这个穿黑衣男子 就是嫌疑人 嫌疑人取得取快递成功了 现在往外走 我们侦察员跟上去 等一下 跟我去 跟我去吧 你怎么弄啊 等他去 等他去 刚才您看到 我们看到的一幕 发生在去年的3月30号中午 地点在景德镇 当时画面中的黑衣男子 正在快递点取快递 快递包裹刚拿到手没多久 就被早已在周围埋伏的民警控制 那么这名黑衣男子究竟做过什么 警方为何要在快递点 对他实施抓捕呢 这个快递包裹里 装着两根摩托车排气管 从他寄出那刻起 一直在景德镇警方的掌控之中 3月30号上午 快递到达景德镇 进入派送阶段 收件人的电话却关机了 当时警方派出六名侦察员 在快递公司乔装不空 只等犯罪嫌疑人出现 当时我们所担心的快递到达之后 在大门头我们就进行对他抓捕了 我们下来猜疑人 成员员是一堆村 一般的谋会